哈喽大家好,我是Vaya,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之前没有聊过的话题,就是保险 最近这几年大家的保险意识都提升了很多,不管是年老年轻还是小宝宝都会去买保险 因为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是可以保证日常生活的,但是抵御风险的能力太低 一旦遇到一个什么意外或者是疾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所以我跟龙高们两个前几年就已经买过保险了 今年出生之后我想给他买保险,然后就开始研究保险了 其实小宝宝跟大人买保险的思路差不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和建议 首先就是应该买哪种类型的保险,怎么区分不同类型保险的用处 和龙高我们两个买的保险还是挺全面的 就是意外险,重疾险和百万医疗都买了 那预算有限的话呢,肯定首先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健康 然后再是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 医疗险就是那个保障健康的 就是只要你生病住院就可以报销医疗费 只要是在那个额度之内的 你住院花了多少钱就可以报多少 但是这个你要自己先行垫付 然后保险公司再给报销 这个住院一次不管你买多少份医疗险都是只能报一次 所以这个不用重复购买 重疾险呢就是保证你生活质量呢 这个是只要你确诊了合同上面的疾病 它就会一次性把这个钱赔付给你 这笔钱呢你也可以用来治病 也可以用作自己的生活费 弥补无法工作造成的损失 这笔钱给到你,你想怎么用都可以 而且重疾险是可以多份叠加重复理赔的 就像我的重疾险 我感觉我重疾险就是不太划算 我每年是要交5000多块钱的保费 要交29年 那总共算下来我一共是要交15万左右的样子 但是发生疾病或者是生故的话 只赔付22万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划算 虽说还有医疗险做补充 但是想象一下我哪天真的是生病 然后失去劳动力了 赔付了我22万当做一个生活费 其实也花不了多久 所以说这个保额对我来说就有点低了 但是退了重新购买更不划算 因为它剩余的现金价值是很低的 退掉之后会亏损很多 非我打算在经济允许范围内再买一份重疾险 反正重疾险是可以多份叠加的 其次是保险公司和保险类型那么多 我们如何挑选到 性价比高又适合我们的保险 我和龙哥我们当时买的保险都是中国平安的 我觉得大部分人买保险都是因为身边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 然后就买了亲朋好友所在的保险公司的保险 买的时候也不太清楚这份保险有什么用 也不太清楚这份保险买的值不值 就只知道没有坏处就买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 现在给千千买保险 我们就不想仅仅局限于一家保险公司去挑选了 有那么多家保险公司 一个个对比也挺麻烦 挺费时间的 所以就搁置了 问一下小雨伞邀请我体验他们的保险咨询服务 小雨伞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 有专业的保险经纪人 他跟保险公司和保险代理人不一样 他们是受我们消费者委托 来帮我们挑选不同保险公司 更适合我们的保险产品 然后他们合作的有80多家保险公司 出方案的时候 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消费状况 你的需求 你的健康状况 以及你更倾向于哪家保险公司 来给你出方案 但是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 他们是只卖自己家保险的 就只会说自己家的保险好 不会给你横向对比其他家同类型的保险 而且保险条款又很繁杂 我们自己费时间又不一定能看得懂 所以就比较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 来给我们分析保单 对比保险产品 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门的人来做 我们就只需要说明自己的情况和需求 然后看方案 甚至让经纪人帮你对比不同公司的产品 真的会省心很多 然后我就花了一分钱 约了一下小雨伞的保险经纪人 聊了一下 聊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 我是先让他帮我分析了一下 我原来的保单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在健康方面买的还是挺全的 因为重疾医疗和意外都买了 他也指出了我保单的问题 就是我的重疾险买的性价比太低 保额20万也太低 其实我自己也意识到了 本来是想着退了重新买呢 但是他给我计算了一下 退掉再买很不划算 所以建议我还是继续交 如果能力允许的话 可以追加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就先这样 所以大家购买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一旦买了之后退保就会亏很多 然后我就让他给千千出了一个保险方案 新生儿的情况比较简单嘛 所以他问了一下 千千的健康情况和我的预算 就给我出了一个方案 重疾险意外险百万医疗都有 但是百万医疗它是有一个 一万的免配额的 所以就加了一个 一万以内的住院医疗险 本来我是还想让他再给我加一个 门诊医疗险的 因为千千前一段时间已经感冒 生病去过一次医院了 但是他告诉我 这个门诊医疗险不太划算 因为他的保额低 保费又不低 我已经交了新生儿医保了 就不太推荐买这个门诊医疗险了 然后受险也是没必要买的 因为就算买了18岁之前 也是不赔付的 方案里千千的重疾险是 一年2700多 交20年保终身 保额是50万 然后意外和医疗险都是 几十几百块钱保一年的 总共加一起算下来 一年是3000多一点的样子 挺划算的 然后我打算等过完年 看千千能收多少压岁钱 打算再给他买一个教育金 这一年存一笔钱存十年 然后等他18岁的时候 可以把这笔钱拿来给他上大学 或者结婚的时候 当嫁妆 当创业基金等等都可以 因为我怕我不给他存起来 我跟龙哥我们两个 都给他压岁钱花光了 最后呢就是不建议大家买那种 看起来很全面的 捆绑销售的那种保险 其实不划算 不如像这样一项一项的买 也不太建议大家照其他人的保险方案 直接去买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给千千买的这些保险 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但是有些高端家庭 他们就想要去花更多的保费 去买更高的保障 同时也会有家庭觉得 我买的这个保费高了 总之呢我们普通家庭 把意外险 医疗险 还有重疾险买上 基本上就全了 如果遇到疾病或者意外 就有钱治病的同时 还会有一笔生活费 如果还有能力再给孩子 买上教育金的话就更好了 但是具体买哪个公司的 哪一款产品 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的 如果有一项的话 可以去找小雨伞的顾问去咨询一下 反正就一分钱相当于免费咨询了 他们不管可以协助你投保 在理赔的时候 也会有专人协助审核 理赔资料 跟进理赔进度等等一条龙服务 我觉得还是很贴心的 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